各位親愛的苗栗鄉親 我來苗栗特別高興 我叫武俠小書 少林寺啊 武當派 峨眉派 大家過去的印象 苗栗啊 都是比較鄉下 我們苗栗憲民 苗栗市民很辛苦 但是變 我們苗栗 就像武當派一樣 有後發有識 這次苗栗有兩個立法委員非常優秀 非常認真 一個叫陳超民啊 我都叫他陳超人啊 不眠不休啊 真的是認真問政 努力服務鄉親 第二個是邱正君 真的是非常非常認真 但是苗栗鄉親可能不知道 你們大家都不知道 這次我們苗栗啊 最少選出的四位立法委員在立法院 一位是我們的陳超民 一位是我們邱正君 另外兩位苗栗的立法委員 一個是台北選出來叫 徐曉鑫啊 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另外台中選出的苗栗鄉親的立委啊 羅庭偉 掌聲鼓勵一下 大炮 耶 所以各位鄉親 我們有這麼優秀認真的縣長 中東井縣長 我們有這麼棒的立法委員 我們現在需要一個最認真願意打拼為苗栗付出的政治市長 我們為什麼要支持余文中 他追隨需要上縣長這麼多年 當上兩屆議員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他的選區 苗栗市 但是他幫助弱勢族群 在我們苗栗的原住民 任養了12所學校 默默的幫助原鄉的小孩子 已經幫助了14年 14年 他捐出了上千萬的新台幣 就是默默幫助這些小孩 這些小孩都不是他選區 余文中 是一個真正有愛心的候選人 大家幫他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我們看人啊 看心 余文中不光是對小孩子照顧 他這次政見最重要 他對長輩的照顧 他特別提出來 很多苗栗的長輩在家裡 年輕人啊 看網路 農民種田啊 看水路 開車的 種馬路 可是老年人不懂網路怎麼辦 我們余文中已經發現 他專門要有專車 來服務我們苗栗縣的長輩 另外 余文中當上苗栗市長 長輩你不懂網路沒關係 打一個電話 余文中的團隊 就來為你服務 大家幫他掌聲鼓勵好不好 耶 3號余文中 各位今天苗栗鄉親 未來的苗栗 會是怎麼樣 大家想一想 10年後的苗栗 20年後的苗栗 會變什麼 我們現在 就要紮梗 為什麼 我為什麼說苗栗 雲林都是武當派 後發優勢 因為前面的新竹科學園區 空前成功 但是土地慢慢不夠 一步一步 已經到了苗栗 我們苗栗兩個立委 邱鎮鈞跟陳超明 在立法院 要求行政院 一定要把苗栗 打造為像美國的矽谷 高科技園區 各位親愛的苗栗鄉親啊 以後我們苗栗 是個大矽谷計劃好不好 好